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868集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天际之上的那缓缓凝练出来的身影身上 这是一尊须发花白的老者 身穿黑袍 眼神冷漠如星辰 仅仅是站立在这宇宙虚空之中 一股令人有所窒息的气息 便是瞬间传递到了所有人的身体之上 拓跋先祖 拓跋世家真正的顶级大佬 亿万年前突破了三重超脱 令得拓跋世家成为了这南宇宙海顶级势力的强者 后来 也是因为此人的陨落 拓跋世家才从南宇宙海归缩至南十三星域 只是成为了这南十三星域中的巨部级势力 先走 拓跋老祖抬头看着黑袍老者 恭敬行礼 这些年来 为了带领拓跋世家重回南宇宙海 他耗尽了心机 为的就是能够突破三重超脱 可只有真正接触到这一境界他才知道 从二重突破到三重是何等的困难 永恒秩序境 一旦突破三重超脱 代表了可以在宇宙海中永恒生存下去 掌握无上的秩序之力 可以说 三重超脱 代表了超脱境界中的一个极限 奋斗和努力了这么久 哪怕已经站在了二重超脱 巅峰的拓跋老祖 到现在依旧是没能看到成为三重超脱的希望 见过先祖 此刻 安幽府境内 无尽的天际之上 所有拓跋世家的强者都跪伏了下来 他们眼神狂热 激动地看着天际上的那道身影 那是他们拓跋一脉的先祖 足可以改变战局的存在 而相对于拓跋世家的狂人 所有的安幽府强者们的一颗心 却是彻底地沉了下来 宛若坠入到了无尽炼狱 一瞬间充满了冰冷 虽然对方只是一道残魂 但三重超脱何其可怕 别说是一缕残魂 便是一道意志 也绝非他人可以亵渎 此时 秦晨也抬头看向了那道虚影 他能够感受得到 这道虚影很强 就这么耸立在这虚空之中 却像是一尊神奇一般 绽放无尽的能量 将这四周无尽的虚空 都化为了他的领域 永恒秩序境 这就是所谓的秩序之力吗 此刻的秦晨有一种感觉 他并不是站在这浩瀚宇宙海之中 而是站在了此人的小世界之中 天地间所有的秩序都有此人掌控 他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对方意志的传递和展现 面对这样的一尊强者 原本疯狂厮杀的战场 瞬间停滞了下来 从血热的疯狂 一瞬间回归到了平静 甚至是寒冷 秦少侠 若是过会儿对方动手 你赶紧走 我来跌后 这时 暗幽辅主瞬间来到了秦晨的身边 暗中传音说道 眼神中满是凝重之色 秦晨看向了对方 只见暗幽辅主 眼神决然 凝重传音道 三重超脱 绝非我等能抵达 我知道秦少侠你修为不凡 天资超群 但此人乃是拓拔先祖 便是你我二人联手 也绝无可能抵挡 过会儿 我会拖住他 至于灵儿 就拜托你了 暗幽辅主的语气之中 隐隐传递出来了一道死意 他已经抱着死亡的决心 无尽天际之上 那虚影 看向了拓拔熊霸 我族可是有灭族之为 拓拔熊霸点头道 正是 拓拔先祖微微皱眉 是谁要灭我拓拔一族 拓拔熊霸转身指着秦晨 此人还有暗幽辅 暗幽辅 拓拔先祖微微皱眉 当年他崛起的时候 可没有这号势力 仙祖 暗幽辅是在先祖你离开之后 崛起的势力 是南十三星宇的霸主之一 也是如今唯一能和我拓拔世家 对抗的南十三星宇实力 拓拔熊霸急忙解释 南十三星宇 拓拔先祖 瞳孔中有着一丝冷漠和失落 我族已没落到这等地步了吗 竟是沦落到了这小小的南十三星宇中 称霸了吗 虚致 当年他在世的时候 拓拔世家便是在整个南宇宙海 都是赫赫为名 像南十三星宇这样的小地方 岂敢忤逆他的威延 文言 拓拔熊霸不由地低下了头 脸上流露出来了羞愧之色 仙祖 你陨落之后 我拓拔世家便一落千丈 若非从南宇宙海退回到这南十三星宇 我拓拔一族盼是 拓拔熊霸没有继续说下去 若非战略性撤退 他拓拔世家怕是早已经无了 拓拔先祖沉默无言 他看了一眼拓拔熊霸 叹息道 过来你们了 拓拔熊霸摇了摇头 先祖 我等不苦 若非先祖 我等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 而此次 我拓拔世家联合黑暗一族 以及暗幽府中的背叛者 本已经可以一同南十三星宇 可谁知道 这暗幽府中突然多出了这个变数 就是此人 拓拔熊霸 猛然地一指清晨 此次 也不知是何来历 刚突破超脱境界便拥有无上实力 斩杀黑暗一族二重超脱 连弟子也身陷危境 所以不得不召唤仙祖 请求仙祖帮助 哦 拓拔仙祖 瞳孔暴射出了一道力芒 转头看下了秦晨 刚突破超脱便能斩杀二重超脱 想不到本族陨落这么多年 这宇宙海竟然出现了这么一尊天才 花落 他的目光瞬间落在了秦晨的身上 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住了秦晨 一瞬间 秦晨竟然是有一种浑身上下被人看透的感觉 这股无形的力量无形无质 代表了天地间的秩序 瞬间笼罩住了秦晨 轰的一声 一股恐怖的秩序气息在这天地间激荡 扑迟一声 当魔神尊等一重超脱强者 纷纷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在这股气息之下 情不自禁地跪伏了下来 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压迫 陈 远处 陈思思他们脸色也是无比凝重 身心一晃 带着骨鱼塔迅速地回到了秦晨的身边 甚至连重伤冰死的四方神尊也不再顾忌了 在拓拔世家仙祖的面前 重伤的四方神尊根本就不足为道 大家小心 秦晨神色凝重 木然地催动体内各种力量 刹那之间 一股恐怖的黑暗气息从秦晨体内冲天而起 而在黑暗气息之中 更是有暗幽之地 空间之力 以及神体图腾和死亡规则涌动 面对这样的一尊强者 秦晨根本不敢大意 将自身的各种力量都运转了起来 并且他眼神凝重 右手紧紧握住了神秘袖剑 而左手则是遥遥掌控着古鱼塔 引动了其中的空间之力 整个人没有丝毫的退缩 三重超脱虽强 但是秦晨也是无所畏惧 大不了一战而已 不过呢 秦晨也做好了一旦有危险 就直接惊醒古鱼塔中 幽冥大帝的打算 虽然他不怕危险 但是他绝不能让 思思他们陷入到危难之中 嗯 而在秦晨催动体内力量的瞬间 那拓拔先祖看着秦晨的瞳孔之中 陡然爆射出来了一丝惊芒 整个人像是看到了 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般